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小单元要来讲的是 北港的鸭肉饭 那北港的鸭肉饭呢 在北港人来讲 它是有这一个返乡饭的这样一个称呼 回到自己的北港老家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给它吃一碗 当然不管这好几家这个鸭肉饭 有些人说我们这里是吃这一家 你们外地观光客吃哪一家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滋味 对于很多这种北港人来讲 都是很怀念的滋味 那么有一家呢 它是叫老寿 我所知道它是在民国前三年 也就是1909年 其实在台湾没有所谓的民国前三年 1909年就是在日本时代 那么这个菜家呢 有生了五子六女 那么他们就分配啊 这个二子第二个孩子 学习如何精选鸭肉的品种跟食材 那么三子呢跟五子呢 去学习这个烹调 那么而且烹调里面还包含了这一个原心的鸭肉 还有鸭肉根 那长子呢他是因为是盲人嘛 所以他用赞补为主 那么1951年 这一家店呢 由这一个才只有16岁的儿子啊 把它继承起来 那么这个鸭肉饭除了鸭肉以外 还有炖汤 炖汤也非常的这个荣誉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 这种土翻鸭啊 它是在宜蘭的改鸭中心 把它改造出来 这个鸭子啊 用北京鸭跟台湾的这个菜鸭 去这个配种 慢慢改良到现在 那已经非常好吃 怪不得 这个北港人会讲说 这个是他们的反乡饭 好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渔夫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